今天晚上, 銀妹, 生意可不可以嗎? 不是太忙了 賺錢很艱難 是呀 快來, 發仔記 福哥, 回來了 發仔記, 你好 我們日曬月臨在外面賺錢 你在這裡賺錢就行了 銀妹, 我在外面日曬月臨時 你也不知道在哪裡賺錢 那不是銀妹 老實說, 住在這個院裡的人 有誰是憂災淫災的 哥哥的命都比弟弟苦苦 發仔記經常吃出去賺錢 你也不知道 就是 沒錯, 福哥說得對 其實做補鞋這行也很艱難 經常看著鞋子, 看著地上 那倒不是呀, 瑞叔 看得地上多, 見錢的機會也多 你也多吃一點嘛 銀妹, 你常常打算收到錢嗎 多吃點大頭菜吧 就日要實際 真笨蛋 真笨蛋 你也挖不住了, 怪不得了 哎呀 福哥, 我們不斷看著那些銀子 也不是辦法的 看著那些銀子當然不是辦法 難道那些銀子懂得說話嗎 叫大家來, 就想知道是誰掉了 我們問了很多家房客 家家都沒有說不見錢 難道七十二家房客 我們家家也要問問嗎 那怎麼辦呢 不見了錢的人肯定到處去找 不如我們填一張告示吧 不行 如果有些人, 夏晚他來冒認 不如我們分掉他 好, 見者有份 發達哥… 阿香, 甚麼事 白姑娘打麻將, 贏了一千元 回來時不見了 還要罵撿到錢的人 他罵甚麼 罵人家全家死青光 那隻殘雞婆 殘雞兼陰毒, 真是罵人家 又是你, 我還打算把錢還給他 不要說太多了 錢如果讓白姑知道, 那就… 你怎麼打算 錢是白姑的, 不以之台, 人皆可退 可能這次天懲罰他平時多威倒福 那倒是, 這千元不夠 太子丙白姑去大三元拆一頓 大三元我們吃不起 大家常便飯還值得起 那就真是這次輪到我們吃一頓 吃了他?不是很好吧 對了, 福哥 你平時最有辦法了 不如你想想吧 是 大家都說是有道理的 你說如果這些錢真的八姑跌 我想他不會太肉赤 因為他打麻將贏回來 不過這樣, 法仔 這些錢是你收拾的, 你說的 那… 那真是很久沒吃過一頓餐飽了吧 是… 那就吃了它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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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你弄我了 不是, 哪有 我看到了 你們兩個搞定了沒有 那個鍋子快要焦了 來… 謝謝… 好啊 蘭姨, 真是不好意思 弄到你的廚房這麼適合 算了什麼 現在我們燒的是法仔記的柴 算了什麼 煮的是福哥家的米 算了什麼 我們吃的魚、肉是八姑的錢 對什麼的菜呢?都對好了 好啊 好啊 集樹行頭, 慘了個敗家 快吃吧, 來… 來… 各位街坊 我們在這裡住了 也很多年了吧 平時呢 為了賺錢 四處地奔波奴奴 一年到晚 沒有幾次可以聚在一起吃飯的 不知道下一次 又要到什麼時候 福哥 剛才你說的話就不合赤串了 好 下次我們找金醫生、韓師奶 和西人蔡他們 一群老街坊 高高興興地再聚一聚, 好嗎 好啊… 剛才說錯話, 先罰一杯 好, 我認罰 我來… 有什麼事 聚ja 遊行… 來… 好大俗 有什麼事 來… 可以有什麼事 來… 好大俗 有什麼事 好大俗 好… 走快點 西洋泰,你幹什麼不聰明不聰明 好多人害怕 無緣無故多達,我沒見過錢 一千元吧 他只是猜猜的 姐姐,對了,你那千元在哪裡不見的? 出門之前還在 誰知在街上就不見了 會不會你出街的時候被人偷了? 是呀,不會的 我記得那一千元是手筋包著的 那手筋還在,但那千元就不見了 你說吧 我醒了 我…我在這裡拿手筋滲個鼻梯 大腦一千元,誰撿了都拿走了 我當刻吧 老公,韓太太不是叫你做件衣服嗎? 你還沒做呢? 你先做吧 我忘了,我還要拿水 我還沒做這件衣服 福哥 你為何按著不讓我說呢? 你看看西洋財 如果被他知道了就更加傷心了 對吧? 再說吧,那些錢不一定是他的 不是啊?不是啊 西洋財在那裡不見了一千元 我又在同一個位置撿到一千元 那些錢一定是他的 那些錢是你的 一天都怪我不好 如果不是我說伯伯跌了錢 那就沒事了 哪關你的事 伯仔哥 我這裡有些錢,你拿去吧 不行… 錢是我自己收拾的 又是我說要吃掉的 我自己想辦法把錢還給西洋財 吃藥吧 老公,明天還有一劑 後天沒錢收拾藥 你太熱了,那怎麼辦呢? 讓他自己吐回腦子 財風腦 老公… 是呀 四哥,咳了幾天了,還沒斷尾嗎? 差不多 是呀,保鞋子那裡的錢 看我們怎麼收拾給他 老公,外面的衣服乾了 快去收拾吧,來… 蘭姨,這樣的,發仔寄的錢 我們都想過了 大家收拾給他,是嗎? 不是錢的問題,是道理的問題 道理?說來聽聽 第一,發仔寄的錢 沒有人強行要他請吃東西 是不是? 那倒是 第二呢? 第二就是請人吃了東西 就是等於送了東西給別人 有什麼道理?送完東西給別人 要給別人拿回來?你說是嗎? 對… 先等他先烫頭 對… 那你也說得是有道理的 不過這樣 老公,一開始的時候 你也勸發仔寄的錢拿出來吃掉 那現在發仔寄他有麻煩了 你真的忍心不理嗎? 我不是… 老公也是,收了幾件衣服 收了這麼久 好,現在真的… 帥哥 畢竟跟保鞋仔也有一場街坊 那這些錢沒理由不給別人 不給?我一百個答應夾你… 這幾天都沒發過肆 再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的 無論如何都要頂硬了 要不然這個月的月,怎麼辦呢? 是… 金妹 怎麼樣?職哥 對,就是說關於收到錢的事 還是我們收到錢,還給西洋財 你這份是這樣的,來 真的要收到錢嗎? 那除了收到錢,還有辦法嗎? 福哥,整個大院都知道你對通明 那你也找不到辦法,我怎麼會 那你說還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西洋財不見到那一千塊錢 也算是天災人禍 那有可能明天不見錢的是我 或者是你呢? 這次就當他當黑了 我…我還要出去賣煙仔 不說了,福哥 喂…銀妹嗎? 法仔哥,那怎麼辦呢? 銀妹和蘭姨也不肯合錢 算了,也不關他們的事 真是一樣米就養百樣人 大家一場皆方皆利,竟然會這樣 福哥,比作是我也會這樣 不會的,法仔哥 福哥,你不會是這樣的人 西洋財 這麼晚了,還不回去睡? 這裡夠光晚,可以省蠟燭 你說一千元可以買多少枝蠟燭 一千元? 可以買600枝蠟燭 足夠我點兩年 福哥 我猜死你睡不著了 看來西洋財 還在肉赤一千元 誰不見了錢,也會這樣 好像你比他還閉藝 比他還要大 一天最壞都是我 無論錢是誰的 對,我也不應該放下袋子 你沒有放下袋子 是否大家吃了 總之就連三十晚借做 好做不做呢 其實我也有不對的,對吧 當時我都說吃了他 好,就這樣吧,法仔 我再勸一下他們 大家收拾錢 好 福哥,不要了 那一千元又不是算多 最多… 最多我就再用少一點 吃少一點,再省一點就行了 一千元又不是算多 只要說少也不少 無謂因為這些事,傷了大家和氣 自閉就中中直直,終碎核食 無所謂 這裡的街坊經常招眷口晚見面 無謂因為這些事,令大家面倒閉 好,快點 三人出去 不用安慰我… 我已經想通了,錢不見就算了 至少是破財躺災 還給你的 這些錢是你跌倒的 那天我在榕樹頭收拾的 我知道,你們好心 對,看我跌了錢,心裸裸 你們就夾錢哄我罷了 行了,我知道… 阿妹 你也有份夾錢,是嗎? 我總是有份吃 我是說我只會吃其他什麼都不吃 你們的演技和道具很假 我跌過一千元是一張過的 你們夾稅子給我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不是 阿水、阿蘭、哥黎 你們也有份夾的 夾多少拿回,謝謝… 好… 西蘭菜,我敢擔保 這些錢是你跌的 是呀 真的 不好意思 那天我收拾了錢之後 就用散了 那現在收拾夠的錢,還給你 我的天 我一直以為倫你守望相助這句話 是騙人的 現在我只能體會遠親不如近倫這句話 謝謝… 發仔這個人真是濕水棉花,沒得彈 是…真的沒得彈 我今天很高興 不如這樣吧,還加菜聚餐好不好 我們也有份夾了 我們也有 當然有 不要說發仔記了 就算你們每個人撿到我的錢 都會給我,是嗎? 大家有份 我去買菜了,你們煮飯等我 行,阿蔡,等了 我也要去市場,一起走 好,一起 把我還要 發仔記 阿蔡,你也是拿自己的錢 推給西洋泰嗎? 是呀,那些錢是我收拾的 當然要自己調整 其實發仔,你可以… 你們不知道了 那晚我看到西洋蔡 一個人坐在榕樹頭那裡 我心裡握著握著 現在把錢給他了 我整個人都鬆了 有些人將什麼守望相助 什麼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全能扔在一旁 扔得沒雷工那麼遠 算了,別說了 不行,對錯是非要說清楚嘛 福哥,你還記不記得 那天一起吃飯嗎? 你們知道嗎? 阿蔡,那天我真的很開心 這麼多人一起吃飯 就像一家人一樣 我是個孤兒 從來都沒試過 像一家人吃飯一樣的感覺 說說吧 我在鄉下出來廣州 我穿街過巷,賣飛機籃十幾年 我從來都沒試過 像那天一樣 一家人一起吃飯的感覺 所以錢、錢的東西 不用看得太重 最重要是開心就行了 這件事已經過去了 不要再提了 是嗎? 蘭姨,你為什麼眼睛濕濕的? 不是 你西亞最入眼而已,妹妹 不是,西洋蔡也說得對 遠親不如近輪 這些是我和我老公的 我們大家是一家人嘛 你收起來吧 不行,蘭姨,我不可以拿你們的錢 不是的,收起來吧 不要,蘭姨,真的假的 你怎麼搞的? 你們不要丟下我,我不管 我自身無親無故 我從來都沒有這種感覺 你們都要當我一家人 你傻丫頭 什麼時候不當你是自己人? 你就是? 是 反正這件事都搞定了 你們就不要再給我錢了 你們就拿回去吧 是我的,你收起來 什麼?是男伯仔? 那就是你不對 這些錢你無論如何都要收掉 這樣才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來… 收起來… 收起來… 你收起來… 不認真意 fats 你別再給我錢 你便吃到